小爸遇到姐姐秒变阴阴怪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他不过是想被姐姐扑倒罢了 嗯 你脸红什么 老大 还洗内裤 林子小心翼翼地拉开堵在厕所门口的储慈 这老大 大清早起来就躲厕所里 半天了也不知道在干嘛 厕所一开门 林子就看见这个平时啪哩啪气的老大 此刻一手拎着内裤 脸红得像个猴子屁股 像一只被驯服的老虎 就那么温顺处在门口 洗内裤 还脸红 天下奇谈 林子瞟了一眼储慈 他朝着自己射过来的目光 让他后背发凉 但储慈投向自己身后的表情竟然如此娇羞 什么鬼 林子不由地转身一看 就看见了只穿睡衣的表姐站在自己身后 表姐也想上厕所 表姐 姐姐 你让让我 我憋不住了 林子怕表姐跟自己抢厕所 一步跨进去 反锁厕所门 于是门外剩下储慈和林希两个人 林希看着储慈 扯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这个男孩子是表弟昨晚带回来的同学 看起来丝丝闻闻的 林希觉得他是挺乖巧的一个男孩子 自己表弟平时就是一个典型坏学生 什么时候交这种好学生朋友了 爱脸红的男孩子多半是好孩子 他自然而然将表弟这同学归类为好学生 只不过 那孩子为什么看到自己脸更红了 林希往下一看 操 自己没穿内衣 失误 我订了早饭 是稀饭和包子 你和林子吃了 再去上学吧 他以最快的语速说完 然后转身 装作一切如常走进自己的房间 繁琐 看来是自己一个人住习惯了 套一件睡衣就这么出来了 完全忘记了表弟和他同学在这里住一晚的事情 林希以最快速度换好衣服 刚打开门就听见 老大 你还洗内裤 你不是开水都没烧过吗 像是看到了林希出来 林子的话堵在嘴边说不下去了 而此时楚子的脸黑得像锅底 林子觉得喉咙莫名的被他的眼神割断了 这禽兽光一个眼神都这么吓人 嘿嘿 表姐 你不知道我老大是大少爷 班级人尽皆知 我这只是有点好奇 老大啥时候这么贤惠了 林子又补充一句 哦 你自己洗过衣服吗 我怎么记得都是阿姨每周去学校拿你的脏衣服 好意思说别人 林希没来由的就觉得 楚子这样斯斯文文的男孩子只会被自己表弟欺负 心就往那边偏了一些 说完 他又看向楚子 换了柔和的语气 林子被惯坏了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告诉我 表姐 你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 林子话说到一半 被楚子瞪了一眼 吓得没话了 楚子愣了一秒 不再黑脸 换了一副乖巧的模样 却也冷冷地嗡一声 这一声嗡 直接把林子整懵了 他张大了嘴 觉得这世界太颠覆了 林子 你这个月零花钱不想要了 还不乖一点 把饭吃了 自己去上学 再有下次这样不回寝室 你跪到天亮 也别想我收留你 林希此时已经换好了鞋子 拿着包 准备出门 想起什么 又补充道 你逃课就算了 你还拉别人逃课 你真是不想要零花钱了 说完 意味深长地看了林子一眼 出了门 留下林子一脸蒙地看着楚慈 结果 这畜生翻脸比翻书还快 立马从刚才乖巧的模样 变成了冷漠脸 不是 慈哥 是你说要逃课出来的 我那是陪你 怎么就成了 我带坏你了 你不跟我表姐解释解释 楚慈瞥了他一眼 我说了要你陪 林子被这冷冷的语气 刺到吐血 慈哥 我平时有欺负过你 不是 你让我往东 我敢往西 你刚才那声 嗯什么意思 装乖 骗我姐 楚慈又冷了他一眼 没什么情绪 开始吃早饭 他是你表姐 然后呢 尊老爱又懂不懂 林子 吃 心里想 这么尊老爱又 怎么老师说 啥他都不搭理人家 末了还要给老师 回一个冷漠脸 把老师气得半死 当然 这话 林子打死也不敢说出口 难道老大是犯了 所有男人的痛病 被自己的漂亮表姐 迷了心智 才表现得如此异常 喂 老大 你觉得我表姐怎么样 他在危险边缘疯狂试探 他总是听别人说 自己表姐好看 但他不觉得 因为表姐总是凶凶的 还扣他零花钱 楚慈被他一问 愣住了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半天才说 还行 林子对这个回答 谈不上任何反应 毕竟 上次他把亚洲最美面孔 放楚慈面前 他也是说的 还行 吃了早饭 楚慈去洗手 林子瞧见他放桌上的手机 响得不停 见他没回来 带着胆子看了一把 是短信 退房提示 什么意思 昨晚 老大不是说没钱订房间 所以林子带他回了自己表姐家 蹭了一晚免费住宿 林子再次大着胆子 瞟了一眼信息来源 上面写着 锦江酒店 卧槽 就是江城那个五星级酒店 看什么 冷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吓得林子急忙缩了回去 装作认真吃饭的样子 我看你手机想 怕你有急事 就老大 这个退房信息 林子干脆鼓起勇气 一问究竟 昨晚订的房 楚慈收回手机 淡定的说 你不是说没钱 是没钱 没钱打车去 他说的一本正经 静止走到门口 准备出门 林子愣在原地 神他妈的 有钱订酒店 没钱打车去 但他不敢说啊 蹲到楚慈后面 跟着他一起去上学 一路上 满肚子问号 又不敢问 二 林希再次遇见楚慈 是在医院 林希当时正拿着一张报告单 从妇产科出来 因为走得急 一头撞上来医院的楚慈 对不起对不起 林希捡起地上的报告单 看到穿着一身球服的他 裸着脚踝 别提多性感 刚想直起身子调戏一番 却突然发现 这是表弟的那个同学 楚慈 他太高 林希站在他身边 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特别是 他的目光 在自己手里的那份报告单上 停留几秒后 变得异常冷漠 林希收起调戏的心情 一本正经 是你呀 怎么来医院了 生病了 楚慈闷闷地嗡了声 便躲开目光 这么腼腆 生了什么病 一个人来的吗 林希用长辈的口吻 问了问 嗯 又是 林希怎么觉得 他每次恩的时候就特别乖巧 不由得又多问了几句 父母呢 在国外 林希觉得他真是可怜兮兮的 他忍不住觉得他这样的乖孩子 有点人见犹怜的味道 那 让林子那臭小子 多照顾照顾你 林希也只想到自己表弟了 不用 楚慈浅浅地说了一句 目光又瞟到他手上那份报告单 觉得格外刺眼 这次 林希也注意到他的目光了 拿着报告单的手收了收 简单告别后 林希来到了病房 把报告单交给闺蜜 谢谢 闺蜜接过报告单 低着声说了一句 浪归浪 不带套的男人能要吗 林希还是没憋住 被闺蜜喊来陪他打胎 林希真是要被气死 闺蜜拉了拉他的手 这不是一次失误吗 滚 那男人还是早点断了 林希无奈给他倒了热水 把药递给他 早断了 我新男朋友可不像他 什么 林希简直叹为官职 这么快就有新男朋友了 亏他还怕闺蜜想不开 原来想不开的只有自己 三 老大 你怎么从医院回来 就闷闷不乐的 林希小心翼翼递了瓶水 给坐在操场台阶上的储慈 他没接 别呀 难道医生说你再也不能打球了 林希忘了忘他脚上的伤 不就破了一点点皮 这不至于不能打球了吧 我在医院碰见你表姐了 储慈半上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啊 他去医院干嘛 不知道 他从妇产科出来 储慈说完这话叹了一口气 这女人从那里出来 不是怀孕就是打胎 该不会我表姐是打 林希按住自己的嘴 不好说下去 储慈转过头冷冷地盯着他 妈爷 这绝对是个大新闻 我得去试探试探 我只听我妈说表姐浪得很 没想到 储慈心烦气躁地看着他 那表情 就像是林子欠了他几百万 你是他亲表弟吗 可能不是吧 他男朋友一串一串的 你看我活了18年还是单身 怎么就没有女同学喜欢我 储慈真是懒得理他 没等他说完就站起来走了 四 储慈这几天心情都不好 林子不解 但他不敢造次 只能小心翼翼地 在储慈的低气压下苟延残喘 老大 你心情不好 是不是咱们太久没出校门了 要不 林子试探地问他 却只得到一个不耐烦的冷眼 老大 要不咱们出校门去散散心 你自从脚受伤就心情不好 我表姐不知道从哪里搞了很多补药 我带你去不拨 林子这一阵真以为储慈伤得很严重 要不然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 他 弄那个干嘛 储慈终于发了话 八成是那什么打 我听我妈说的 我表姐回老宅 到处搜刮补药 林子虽然没有把打胎说出来 但他精彩的面部表情 已经把那两个字 活灵活现地演绎出来了 储慈听见他这么说 又是一阵烦躁 考虑了挺久 最后竟然同意了 林子摸着手机 去给自己表姐打电话 电话里把储慈说得无比可怜 又是自己害他打球受伤 他这辈子都不能打球了之类的 灵溪听了 简直想破口大骂 他哪里会煮饭 还要给他同学炖什么补药 这是直接告诉他妈不好吗 但林子说了 怕他妈妈知道后 打断他的腿 他很无语 但又觉得那天碰到储慈 的确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最后还是同意了 他们来家里吃饭 五 储慈和林子来到灵溪家 刚换了鞋子 储慈抬一眼便看见了灵溪 和平时干练的他不同 他今天穿了一身宽松居家服 看起来格外悠闲 正在他仔细观察灵溪的时候 一个高大的男人 从灵溪身后窜出来 男人长得一表人才 腰上还记着一条碎花的围裙 储慈想起医院里的那一幕 有些心事地低下头 避开灵溪的目光 姐 这是姐夫吧 姐夫你好 林子天生自来熟 热情好客的一步走上前去打招呼 闭嘴 灵溪瞪了一眼林子 可 还没到那一步 胡继谦逊地过来打招呼 又看了一眼灵溪的表情 姐夫别谦虚 我看我迟早都要叫你姐夫 林子又贫嘴道 滚一边去 林子没好气地看他一眼 他今天请胡继来 纯粹为做饭 他真不会做 胡继天天缠着他 变招法讨好他 他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之人 觉得做一顿饭 考验一下 试着看有没有发展的可能 这小子倒好 两人没捅脱的纸 他一来就给捅个大洞 弄得气氛尴尬 灵溪抬头 看到林子身后的处词 一直不说话 目光往下移了一点 就看到他缠着绷带的脚踝 真这么严重 先进来做吧 先吃吃水果什么的 饭一会儿就好 灵溪招呼着他 嗯 他依旧浅浅恩了一声 那模样 用林子的话来说 莫不是中邪了 林子一头雾水 有些摸不清老大的套路 比如 那个伤口都没有的脚踝 老大自己硬生生 给缠上了绷带 说是方便蹭饭 不过 这老大怎么每次 在自己表姐面前 比老师面前的优等生还乖 把他衬托得更加 行迹恶劣 坐到沙发上 储词依旧有些沉默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来了一句 这是你姐男朋友 他目光指着那个面带微笑 在厨房与客厅之间 进进出出的男人 一副家庭主妇的驾驶 也许可能是吧 林子看着电视 漫不经心的回答 也许是太过于放松 以至于他说话有些飘了 直到感到身边的人 发出了冷气 林子才突然回过神 老大 这个我没见过 反正跟上次 我见的不是同一个人 跟上个月见的 也不是同一个 跟去年见的 更不是同一个 林子一边用目光 瞟着厨房 一边低着声解释道 储词更加沉默了 他盯着茶几上 那杯柠檬水 眼神瞟着厨房的方向 心里想着林子说的那句 我解浪得很 又想到医院里的那一幕 他突然觉得 自己来错了 心里烦躁的不是滋味 不过 我感觉这个还行 比我姐以前的那些好 林子又补充道 哪里好 储词鬼使神差的 冒出这么一句 会做饭呀 你不知道 我姐每次一出手 就是黑暗料理 我就没怎么见她 在家做过饭 林子闻着厨房 飘出来的香味 深深吸了一口气 真香 做饭有什么难的 储词暗暗吐槽一句 有些杠上的意味 林子听到这话 差点把喝进去的 柠檬水喷出来 老大 你一个开水 都不会煮的人 你知道做饭 有多少步骤吗 储词沉默了 他的确不会 但如果百度一下 他相信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 自己为什么会想到做饭 他端起柠檬水 一口干掉 林子傻傻地望着他 这老大 怎么喝水 都有一种干啤酒的感觉 不知道的 还以为那杯水 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饭桌上 储词根本没胃口 只是浅浅地吃了几口 怎么吃这么少 林希关心地看着他 有些不舒服 储词放下筷子 柔柔地说 老大 你哪里不舒服 林子抢问 关切地看着他 你好意思问 臭小子 你是打球还是打人 你怎么把你同学伤成这样 林希美好气地责问林子 不是 表姐 我 我就扣个篮 我也没怎么着 那你进球了吗 没 所以 你这水平还跟别人抢什么球 你天天就知道 欺负你同学 你看别人被你伤成什么样了 还不吭声 林希真是服了这个 天天惹祸的弟弟 每次老师打电话来 就没好事 现在成了每次林子 自己打电话来 也没好事 林子张着嘴 怎么就觉得白口莫辩 只好向储词求助 不关他的事 储词也许是善心大发 终于开口说了一句 你不用给他打掩护 我自己的表弟 我自己清楚怎么回事 你这脚我看得 再去医院看一下 这样 吃完饭我带你去看一下 自己表弟 也就一个高中生 能担起什么事 这样的烂摊子 还得他收拾 姐 姐夫刚才不是说 约你看电影 你说没空 怎么现在 就你话多 林希瞪了他一眼 林子感觉突然气氛有些冷 立马拾去闭上嘴 多吃一点肉 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林希换了语气 把炖的一盘肉 全往储词那边推 更奇葩的是 一直进门黑脸的储词 竟在此刻拿起筷子 又开始吃 嘴角还露出一丝笑意 林子傻了 到底谁才是他亲表弟 怎么有一种失宠的感觉 六 最终储词也没去医院 因为公司临时有急事 林希叫两个孩子送到医院 给了林子钱 就匆忙赶回公司了 林子捏着手里的五千块 脸都笑开了花 老大就是老大 我就说你咋要装病 还装得那么像 结果就是为了骗我表姐的钱 幸好我机智 全程配合你表演 这可是我一学期的零用钱啊 我表姐也太大方了 储词没看他 翻不斜在地面上踢了踢 心情好像并没有跟他一样好 沉默了一会儿 储词伸出手 示意林子递过去 老大 什么意思 林子握紧了钱 明知故问 他不需要说话 只是一个眼神 林子便乖乖奉上 你不是想独吞吧 分我一点灵头也好啊 林子哭丧了脸 谁说我要独吞了 储词斜着眼看他 老大你真好 储词没理他 拿了钱就走 找个机会还给你姐 什么 哪有坑到钱还回去的道理 林子追上去 气 过了一个月 等林希都快要忘记 有储词这个人的时候 突然又开始频繁见到他 比如去接林子放假的时候 比如林子被请家长的时候 比如林希去逛街 去唱歌 去酒吧 各种偶遇 林希突然觉得 自己是不是跟那小子有点圆 不过 那小子似乎不像原来 他以为的那么乖 乖学生怎么会出现在酒吧 还是在高三这种关键时刻 姐姐好 再次遇到他 是储词先给他打的招呼 他穿着一身黑裤子 一件灰色的针织毛衣 松松散散的套在身上 头发有些遮住了眼睛 一副慵懒的模样 嗯 好巧 林希喝着杯里的酒 上下打量着他 在酒吧遇到他也不是第一次 他很想问他 一个学生怎么来酒吧 又觉得这好像不关自己的事 不好开口 只好喝一口酒 掩饰尴尬 这酒吧是我叔叔开的 我父母在国外没回来 我放假了 就在这里帮帮忙 他像是洞悉了他的想法 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听到这 林希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 自己还误会他之前 都是装的乖学生 原来他也不是什么坏学生 在这里帮忙 不会影响学习 林希又开始有些可怜他 他口中的父母 好像一直在国外 这都快过年了 还不回来 还好 我一会儿就回住处 楚慈低下头浅浅的笑了 他笑起来很好看 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姐姐呢 在等人吗 楚慈又问道 嗯 朋友让我在这等他 你早点回去吧 这里坏人很多 林希目光挑了周围一圈 楚慈长了一张奶油小生的脸 舞池那边的女人 早就盯上了他 他真替他担心 又不好直说 嗯 我一会儿就回去 姐姐 方便加你一个微信吗 林希有些发愣 这里问他加微信的人挺多 他习惯了 只是没想到 他会加 这有点暧昧的感觉 他还是个小朋友 不过 他看见他已经拿出了手机 又觉得不好拒绝 只好硬着头皮 让他加了 姐姐 上次你给我的钱 我拿去用了 我分五个月还你吧 钱 林希想了半天 才想起来是什么钱 轻轻摇头 不用还 你搅好了就行 我说了不关林子的事 所以我得还 楚慈很坚持 说完就往他手机上 转账一千元 林希这才意识到 他家自己 其实是为了还钱 真是自己多想了 他捋了捋头发 再一次为自己的想法 感到羞愧 钱我就不收了 快过年了 就当我给你的压岁钱吧 林希也不知怎么的 就冒出这么一句 话一说出口 两个人都愣了 特别是楚慈 显然惊到了 也不知道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反正愣了好一会儿 收起手机就走了 突然肩膀被碰了一下 林希才回过神 刚才那帅哥 谁啊 闺蜜摁住他的手 激动地问 林希瞟了一眼 他离去的背影 喝了一口酒 回了一句 你就别想了 帅哥小屁还不是 林希 你真厌服不浅 怎么找的男朋友 一个比一个帅 一个比一个年轻 你真是酸死我们了 闺蜜叹口气抱怨道 说话注意点 那不是我男朋友 他是我表弟同学 学生你也搞 闺蜜惊呆了 难怪看起来那么奶 原来还是学生 你但凡有点文化 也不至于说话这么难听 什么叫做搞 林希真是要被他气死了 从他嘴里出来的话 就没有一句 少而适宜的 你还不承认 我听说 上次那个男的给你煮顿饭 你就把人甩了 你真是 这才几天啊 他那么差 滚 林希懒得解释 他接触的男人是多 多如牛毛 他承认自己不是什么 矜持的女人 但他有他的原则 没对自己胃口的 他绝不上 就比如那个煮饭男 他对着他 真的没有一丝心动的感觉 他向来也不喜欢拖着 干脆挑明了 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爸 加了微信 储子也没跟林希联系过 就那么默默地 躺在彼此的好友列表里 躺尸 直到有一天 怎么也联系不上 林子那个臭小子 林希才点开了他的对话框 点了语音通话 想了好一阵 才有人接通 你好 我是林子的表姐林希 林希怕他 早就不记得自己了 就想先做个自我介绍 但是说完又觉得有些尴尬 若不是事情紧急 林子的爷爷生病了 让他回去一趟 林希也不会打这个电话 我知道 储子声音有些闷闷的 感觉还有些回音 林希还有些不习惯这声音 林子在吗 我有点急事找他 他电话关机 他出去打球了 可能没带手机 那你方便帮我找他一下吗 现在 电话那头有些迟疑 这样的迟疑 让林希有些尴尬 他不想帮忙 方便吗 林希试着问 好 你等我几分钟 把早洗完 话音刚落下 电话里 两人死一般寂静 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电话 有多么的不合时宜 林希轻皱了一下眉头 那你先 我挂了 林希急忙挂断了通话 他在洗澡 林希发着呆 脑海里面竟然呈现了 某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后来一想 立马拍醒自己 那是表弟的同学 浴室里 楚慈望着 已经没有通话的 聊天界面发呆 他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闭上眼 默默念了一句 一个月了 他又来了 说完 胸腔升起一股烦躁 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 他柔柔的声音 平时看起来凶凶的女人 电话里却那么柔 也算是惊喜了 从浴室出来 他随意穿了一套休闲服 打车去了某处 就 灵溪从饭局上下来 已经有些晕了 但他一直保持镇定 直到送走了最后一位投资方 看着安排的车 渐行渐远 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 酒的后劲却上来了 酒店离他家不远 他拿着包 准备走一节路回家 主要是醒酒 十厘米的高跟鞋 踩在人行道上 喝了酒的他 身子有些晃 一转弯 却差点撞电线杆上 小心 一个声音响起 将他带到身侧 扶住了他的身子 灵溪不喜欢别人的接触 刚想抽出手 一抬头便看见了 一个熟悉的面孔 说不上熟悉 但的确印象深刻 楚慈 他的声音因为喝了酒 更加软绵绵的 语气里有些惊讶 嗯 姐姐好 楚慈规规矩矩地问好 刚想放开他 却闻到他满身的酒气 犹豫了一下 还是依旧扶着他 谢谢 你怎么来这了 灵溪让自己站稳 想与他拉开距离 又感到他的坚持 所以作罢 谢我什么 你不知道 是不是喝了酒不清醒的缘故 他此刻的声音 听起来竟然有些雌性 让人有些酥酥麻麻的 今天多亏你 还找到林子那个臭小子 哦 灵溪还想说什么 此时 胃里一阵翻涌 他急忙侧身到花坛处 难受就别说话了 楚慈扶着他 拍着他的背 眉头紧锁 怎么喝了这么多 灵溪其实只是肝呕 也没吐出来 就是有些难受 他紧紧抓着他的手 因为难受也没多想 他只起腰 站在原地缓了缓 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没事 你先回学校吧 楚慈听着他的话 有些脑袋看着他 灵溪见他不走 又说 真没事 谢谢你 你快回学校吧 你们学校不查勤吗 楚慈依旧不走 只是默默地盯着他 气氛有些僵 楚慈终于开了口 你以后别喝那么多了 看他难受 他心情莫名有些不好 哎呀 工作是这样 你们小孩子不懂的 不过没关系 睡一觉就好了 没影响得那么严重 我不是小孩子 他有些无语 这回换灵溪尴尬了 还在读书 怎么不是小孩子了 再说了 这个重要吗 我18岁了 楚慈默默地说了一句 好像要以此证明 自己已经不小了 灵溪愣住了 他不明白 他怎么这样强调 还不高兴的样子 果然有带勾 好好好 的确是大人了 快回去吧 他一定是疯了 才没受控制地伸出手 揉了一把他的头 然后见他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脸红了 我不想回去 姐姐可以收留我一碗吗 他声音有些小 不行 灵溪一口回绝 但又怕自己说得太直接 补充道 今晚不行 姐姐喝多了 自身难保 你快回学校 学校早就关门了 他抬了抬眼 期待地看着他 那就去住酒店 姐姐借钱给你 灵溪实在是不想 以这副样子 收留一个 不能回学校的孩子 不去 他回答得很坚决 有些不耐烦 为什么 灵溪简直觉得脑人疼 怎么一下子如此有脾气 你喝醉了 难受 灵溪心想 知道我难受 还在这里跟我避避 你需要一个人照顾你 灵溪脑带嗡嗡的 不想猜测 他到底要说个啥 我可以照顾你 灵溪差点喷出来 他望着他 仅存的智力 在拼命整理思绪 反正我也没地方去 你收留我 我照顾你 其实我煮得行酒汤 还行 天知道 他压根就没进过厨房 但此时此刻 不行也得行 灵溪半信半疑看着他 觉得这孩子 怎么如此固执 但自己此刻脑袋混乱 又懒得跟他胡搅蛮缠 姐姐知道你是好孩子 但你不能去姐姐那里 为什么 因为男女有别 你知道吗 灵溪真的耐心快被磨光了 他难说了一个字 都不想多说 干脆直白告诉他原因 虽然他比自己小了六岁 自己也把他当弟弟 但灵子可以带着他来自己家 他自己不可以单独来 这是原则问题 灵溪相信 自己说的这么直白 他一个大男生 不会不懂 果然 楚慈抿着唇 沉默了 姐姐既然这么清楚 男女界限 那天晚上 为什么要搂着我睡觉 灵溪一下子就全醒了 惊醒了 眼睛睁大 这 这 什么情况 自己什么时候搂着他睡觉了 这小孩 我虽然年龄小 但怎么也算个男的吧 楚慈目光紧锁着他的眼睛 想起那天晚上的面红心跳 还有那天早上的不敢直视 他内心此刻依旧不能平静 眼前这个女人 他是怎么做到的 灵溪搂着自己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又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 灵溪和自己肌肤相亲 却没隔几日 又和别的男人暧昧不清 嘴里各种替自己说话 却又从不主动联系自己 难道他真的像灵子说的那样 浪荡不羁 所以 四处留情 却不曾看自己一眼 对自己呼之则来 挥之急去 每次他都下定决心要忘记 他又是给自己熬汤 又是送自己去医院 嘴里表现得对自己关怀备至 行动上却又陌生无比 这样若即若离 模糊不清的感觉 太糟糕了 他只想问个清楚 他也不是什么虎脚蛮缠之人 至少他得有个说法 当然 他实在不想说什么也行 至少得给一点补偿吧 他被他搂了一夜之后 做了不可描述的梦 害得他大清早 就在厕所洗内裤 说真的 他有心理阴影了 十 灵溪得知那个震撼的消息后 几乎是亮呛着逃回家的 仔细回想了 是怎么回事 他只送给自己四个字 最不可恕 他怎么就对一个小屁孩下手了 虽然 他承认 他是自己见多识广中 少有的入得了自己法眼的面孔 但他以为自己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结果 经此一事 他发现自己简直毫无底线 他刚才只是假借醉酒不清醒 想不起来怎么回事 等想起来再联系他 一定给他一个说法 让他先回去 他先回去想想 其实他说出口的那一刻 画面赶在他脑子里立马出现了 他不过是想让自己 不在他面前那么丢脸 不敢面对他而已 此刻 他喝了一瓶冰水 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 摸出手机思索了很久 才点开与他的聊天见面 弟弟 我想起来了 是这样 我表弟带你回来那天晚上 我其实是起来上厕所 然后 我有一点点梦游的情况 是初中的时候留下的毛病 我可能就是上完厕所之后 去了你睡的房间 然后就继续睡着了 发完之后 灵溪并没有觉得轻松许多 想到什么 他突然捶了捶自己脑袋 又继续发 然后 我小时候一直有一只熊 很大的那种 我都是抱着睡觉的 我可能把你当做那只熊了 所以在你脸上蹭了蹭 发完灵溪觉得自己真是太可耻了 自己是觉得 处子那张脸真心不错 但也不该色心不改 竟然梦游的时候 还去蹭别人的脸 幸好只是蹭了脸 不是亲了脸 其实 蹭脸也没啥清纯可言 完了完了 这下子 对人家小孩子造成阴影了 他心里得觉得 这姐姐是个什么样的变态呀 我的天 灵溪啊灵溪 你但凡不空窗如此之久 不让自己饿这么惨 也不至于梦游 去对一个弟弟下手 真是悔不当初 过了半晌 微信界面谈出一条消息 灵溪立马坐直了 点开 姐姐就只蹭了脸吗 这 灵溪双目往上 继续回忆 不过 这语气 怎么让他有些头皮发麻 突然 脑海里闪进某个画面 他下的手机都抖掉了 灵溪 你真不是人 他颤抖着拿起手机 浅词造句了好久 终于写下 弟弟 你别误会 我手放你腰上 其实是暴雄的习惯性动作 并非有意占你便宜 况且你也穿了衣服 我顶多隔着衣服 搂了搂你的腰 灵溪按了发送键 自己该为自己怎么证明 错 怎么狡辩 所以 当时自己看他穿着球服 身高1米85 体型不是壮的那种 自己就脑海闪过一个疑问 这样的身材 会有八块腹肌吗 嗯 然后自己晚上梦游 去把白天的疑问解答了 他有腹肌 几块 没数 也有可能当时数了 然后自己忘记了 灵溪举起自己的手 看了又看 就是这双手 那天晚上摸了别人的腹肌 他很确定 撩了衣服 呃 但他不会承认 毕竟 这样真是罪孽深重 他想了想 还是觉得不妥 又写下 弟弟 其他的我真的记不起了 但我有一点很确定 那就是 我绝对没跟你发生点什么 对于我的梦游 对你造成了阴影 我感到非常抱歉 如果可以 我想补偿你 你想要什么可以跟我说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 我都尽量补偿你 灵溪觉得 不管怎么说 自己是犯了大错了 既然事实改变不了 只有补偿别人 你求自己内心安慰了 毕竟还是弟弟 如果让他有什么误会 影响了别人的学习 那就更不好了 此时 消息又来了 姐姐不累吗 早点睡吧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这让他脑海里 想了几十种补偿方法 瞬间没了用武之地 算了算了 既然他都说了 看来是想睡了 他简单洗漱完 也睡了 只是这一夜 心里装着是 他意外地失眠了 11 周末 搬花过生日 请同学吃饭 作为校草的楚辞 自然也被邀请 大家都在议论 搬花对楚辞垂涎已久 奈何楚辞根本不理他 周末搬花过生日 老大你去吗 林子下课 冲到他面前小声地问 没空 楚辞一把和尚 自己翻的那本书 书里加着一张 写满了名字的草稿纸 别呀 老大 别人对你有意思 你知道吧 林子望了一眼搬花的方向 知道 楚辞并不含糊 他又不傻 那个小女生 每天接个水 交个作业 都要故意在他面前 绕来绕去 傻子也知道 别有所图 知道你还不去 林子惊掉下吧 关我什么事 我又对他不感兴趣 老大 不是吧 这么乖的女生 你不喜欢 要知道 搬花名副其实 长得可爱 小小巧巧 肤白貌美 关键整天笑呵呵的 这个年龄的男生 都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 楚辞不想回答 算是默认 那老大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林子还不死心 又冒着生命危险 开始自己的好奇心探索 楚辞并没有发火 反而认真思考起来 心里却有了一个人的名字 在那之前 他也是普通的男生中的一员 幻想过自己喜欢的 可能是清蠢的 可爱的 迷人的 遇到他之后 他感觉自己被颠覆了 因为此刻 他心里疯狂地 重复着林希的名字 却怎么都形容不出来 他属于哪一类的 毕竟 他也从没想过 会喜欢上一个姐姐 唉 他莫名地叹了一口气 默默拿起手机 盯着聊天见面 仍旧没有他的信息 不是 老大 你怎么最近老爱叹气 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要不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林子觉得 楚辞最近是真的变了 怎么怪怪的 还学会叹气了 去哪 他的确想出去透透气了 于是 楚辞被林子带到一个玩具店 林子在给斑花挑选礼物 楚辞自然没那心思 突然 他的目光落到一只毛绒熊身上 脑海里闪过林希的说辞 于是转向林子 你说 女生都喜欢这种毛绒玩具吗 楚辞修长的手指 捏着熊的耳朵 啊 老大 我没送过女生礼物 我不知道呀 林子显然被他突然的问话惊到了 你 你表姐不是女的 你不了解 楚辞漫不经心地问 这个我知道 我跟你说 我表姐是奇葩 别的女生可能会喜欢毛绒玩具 但她绝对不会喜欢 因为 她对毛绒玩具过敏 过敏 我小家里都不敢放毛绒玩具 连猫狗都不能养 哦 是吗 楚辞说着说着 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说什么 把自己当做毛绒玩具 呵 骗子 楚辞拿起手机 思索着要怎样寻求补偿最大话 手指在屏幕上清点几下 姐姐想要怎么补偿我 我啥也不缺 就缺个女朋友 姐姐 可以吗 发完信息 她满意地关掉手机 果然 没到一分钟就收到了林希的信息 不可以 我说了 在我的底线之上补偿你 你还是学生 你应该知道该做什么 电话这头 林希收到她的信息的时候 正在开会 她气得没忍住 偷偷回了信息 回了消息后 她满脑子都是她的那句姐姐 可以吗 这弟弟 什么意思 是要翻天吗 姐姐 你别忘了 你对我做什么 脸也蹭了 腰也搂了 抱着我睡了一晚 下床就不认账 这么不负责吗 就三个月 做我三个月的女朋友 三个月后 我的心理阴影消除了 放你自由 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 不行 那好吧 那我问了你 表弟这是怎么解决吧 什么 林希萌了 这是 要是被林子 那小子知道了 可还了得 那个大嘴巴 分分钟把她的事 捅到整个家族 本来最近老妈 忙着给自己相亲 催婚催得急 还有爷爷奶奶 也生怕自己嫁不出去 如果让他们知道这件事 只不定分分钟 飞到这边 要跟储子见面 自己调戏未成年 占未成年便宜的事 肯定会被整个家族谴责 恼人疼 不行不行 被林子知道的话 自己潇洒自由的生活 可算是完了 别告诉我表弟 其他的好商量 林希迫不得已 做出退让 好 林希盯着屏幕上 那个好字 心想 一个18岁的小屁孩 哄哄她就行了 做她女朋友 又不是真的 自己还斗不过 一个小屁孩不成 这样想想 心情就放松下来 12 然而这件事答应下来 不过三天 林希就后悔了 储子这个看起来 柔柔弱弱的男生 分分钟教她做人 接到储子的电话的时候 林希正躺在沙发上 默默承受老妈的唠道 林希的老妈来江城了 说是要参加婚礼 但林希这住一晚 林希一毕业 家里就各种催她结婚 老妈更是 毕业之后 似乎就没什么话题了 整天就围绕她婚姻大事 来回老道 平时老妈的电话 她尽量三两句哄了 早点挂掉 但这次是现场逼婚 有点难处理啊 姐姐 你在干嘛呢 储子稍微有点鼻音的声音传来 林希浑身一震 她默默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 老妈还在碎碎念 坐着饭 她起身走到房间去接电话 没干什么 看电视呢 没想我吗 可 突如其来的调情 让她有些吃不消 刚吃进嘴里的清早 差点把自己噎住 自从那天答应她过后 她根本没上心 她发信息她随便回回 哄哄她 她打电话 她聊两句借口忙挂掉 像这种正儿八经的电话 还是第一次 怎么了 储子听见她咳嗽的声音 关心地问 没事 下晚自习了吗 林希看了看时间 这个点她下晚自习了 嗯 电话那头有些沉默 自己在房间待久了会引起怀疑 嗯 你注意身体 早点休息 她第一次主动关心她 只是想要早点挂电话 姐姐 电话那头却没有挂断的意思 欲言又止 嗯 怎么了 林希耐着性子问她 我生病了 想见见你 你不想吗 声音传来 她懵了 这该怎么回答 这弟弟怎么这么馋人 希希你干嘛呢 吃饭了 屋外突然响起老妈的声音 吓了她一大跳 她赶紧捂住手机话筒 好 她硬着老妈 然后匆忙拿起手机 嗯 你吃点药早点休息 姐姐也想见你 但你在学校你要学习 没有办法不是 你好好学习 以后咱们再见面 好吧 我要去洗澡了 挂了呀 她一口气说完就挂了电话 结果刚出了房间门 却收到一条微信 给我开门 林希的脑海里 蹦出两个字 完蛋 13 所以 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弟弟已经跑自己家门口了 林希第一次感到 事情如此棘手 妈 我出去下 林希拿着手机 衣服都来不及换 穿着拖鞋就往门口走 都吃饭了 你要去干嘛 林妈妈觉得这孩子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 她来这半天了 这孩子就不愿听自己唠叨 不怎么搭理自己 现在叫她吃饭了 还突然要出门 哎呀 妈 我去扔垃圾 林希捞起门口的垃圾 就出了门 结果开了门 她并没有看到门口有人影 林希张望了半天 楼道里鬼影子都没有一个 被耍了 还是被一个弟弟 她暴躁的柔柔头 也是自己这智商 那个储词在学校呢 哪有那么容易出来 是自己多想了 她看着手里的垃圾袋 一阵无语 按下电梯 还能怎么办 做戏做全套 垃圾可不还得扔吗 不过一秒 电梯就开了 林希惊讶于 电梯来得如此快的同时 一抬头 目光便跌落到一双深邃的毛子里 姐姐 储子苍白的脸蛋 在看见她的一瞬间 泛起一丝笑意 是她 林希来不及反应 踏进电梯 赶紧按了关闭键 你怎么来了 她转过身 看着穿着单薄衬衣的少年 她怎么感觉又长高了 在这样狭小的环境里 她竟然觉得抬头看她 脖子疼 她不说话 只是盯着她 嘴角有些藏不住的笑意 她答应做自己的女朋友 不过三天 这三天对她来说 却像做梦一般 她想见她 想亲自见见自己的女朋友 好让自己知道 这不是梦 可是这几天是连考 她没有时间出来 今天考试终于完了 她忍不住 就出来了 脸色这么不好 感冒了 电梯开了 林希到了副一楼去扔垃圾 想起什么 又退回来 将她拉出电梯 楚慈目光往下看了看 她拉了自己 虽然拉的只是衣服 她笑了 有点 她急不要脸的撒了谎 其实她哪里是脸色不好 她天生肤色偏白 加上因为急着出来 见她忘记拿外套 那脸纯属被疯刮的 难受吗 吃药了没 她扔完垃圾 把她拉到副一楼的一个角落 头有点晕 寝室默药 她委屈巴巴的说 目光依旧停留在她脸上 没有化妆的她 看起来更像是清纯的高中生 她心里泛起一阵涟漪 怎么会有人化了妆 就像个妖精 卸了妆又如此人畜无害 不会发烧了吧 灵溪伸手 在她额头叹了叹 冰冷的吓人 她缩回手 不知道就头晕得厉害 想吐 姐姐能不能照顾我一下 她的语气柔柔的 看起来楚楚可怜 今天不方便 灵溪头疼 她妈还在家里 她怎么可能带她回去 况且就算她妈不在 她也是不能再带她回家的 有了上次的教训 她可不想让自己 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那我还是回学校吧 我也只是过来看看你 她抿着唇 低着头 语气里有些失落 这个点学校不是关门啊 林子看了看时间 她这是给自己出难题呢 那我就去网吧待一夜 她即使这么说 也丝毫没有走的意思 网吧 还生了病 灵溪还真是 怎么就很不下心 你等一下 她丢下这么一句话 拿着手机走到一边 打电话给她妈撒了谎 说公司方案出了问题 她得立马去公司 今晚不回去了 林妈妈虽然电话里 骂骂咧咧 心里还是心疼这个女儿 林妈妈见女儿也不回来了 自己待在家里也没意思 把饭收拾了 就出去找好姐妹去了 难受吗 灵溪看着她身子已在墙上 以为她难受 担忧地看着她 其实 她想说 其实她并没有难受 只是今天考了一天的事 有些乏了 但话到嘴边 闻到她身上有些清香的气息 她又改了口 我还挺难受 说完 她转身装作有些虚弱地 将她摁在墙上 整个人将一些重量 靠在她身上 你别 晕啊 事发有些突然 灵溪本能地想躲 却又想到她病了 最后只好伸手扶住了她 她也不算很重 只是两个人突然靠这么近 让她有些 尴尬 她本来只是恶作剧 想要逗逗她 却在感受到她温暖怀抱的同时 想起了那个夜晚 她竟有些贪恋 她身上的味道了 女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柔 这么香 我没事 我只是有些饿了 低血糖 她低沉而沙哑的声音 在她耳盼响起 酥酥麻麻 灵溪往下找了个缝隙 把自己身体退出来 抓住了她的手 又不是第一次牵男人的手 她就很平常 才怪 灵溪觉得自己血压有点高了 她的手很好看 细长耳骨节分明 手掌很大 只是很奇怪 怎么手这么冷 她一定是母爱泛滥 要不然 怎么会下一刻 一边用自己的体温 去给她暖手 一边还轻轻地给她搓手 怎么这么冷 她抱怨着她冰冷的手 她却目不转睛 盯着她的动作 心底揉成一片 耳根开始泛起一丝红韵 天生的 她不好意思想要戳回自己的手 却被她再次握住 别躲呀 姐姐天生手就很热 给你五五五 灵溪突然意识到她是害羞了 又觉得这弟弟还是单纯地要死 忍不住想要逗逗她 毕竟 现在牵个手就脸红的男人 怕是绝技了 牵个手就脸红成这样 那要是接吻 她怕不是要成红灯笼了 想到这 她忍不住笑了 回过神 发现自己在想什么 她又觉得自己太过无耻 算了 她还是个学生 跟自己不是一路人 想到这 她戳回手 打算不再祸害祖国的花朵 怎么了 面对她突然又戳回了手 她心里竟然空空的 差不多了 上楼吧 灵溪按了电梯 她跟着进了电梯 电梯里 她也和她保持着距离 她的心有些烦躁 她的忽冷忽热 让她有些难受 回到家 果然林妈妈已经走了 桌上还留着饭菜 灵溪随便热了饭菜给她吃 又给她翻出一些感冒药 让她吃 她打门子的感冒 根本没病 但要还是得吃 都是为了爱情 你待会儿晚上睡觉 记得反锁门 她走到她跟前特意叮嘱 防她 她真的怕自己晚上 用梦游把她怎么了 怕我让你负责 处刺有些小情绪了 她的特意叮嘱 让她有些不舒服 不是 弟弟 你太小了 对你影响不好 灵溪解释 其实她就是不想对她负责 她不想祸害小孩子 她只是说的委婉 小不小 你又没试过 她莫名的有些生气 拉上被子 捂住头 突然生气 突然开车 灵溪有些摸不着头脑 果然 自己和小孩子有代沟 你还小 你的任务是 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灵溪净拿出她妈妈那一套 开始苦口婆心 劝她别一天到晚乱想 考上大学我就得离开这里了 她有些低沉 姐姐不想见到我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和她 还没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吧 这弟弟要干嘛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想见还不是一张计票的事 你要考上好大学才是重点 她纯属安慰她 以及教育她 这些话都是瞎扯的 哪想到她却当了针 富气的脸颊终于露出了一丝喜悦 早点睡吧 晚安 灵溪起了身 准备回房间 好 她乖乖地硬着 突然这么乖 灵溪疑惑着走到门口 门我不繁琐 反正姐姐也不是第一次睡我 她笑着探出头 别搂太紧就行 嗨 灵溪一个亮呛 尴尬笑了一下 关上房门 十四 她发誓 她绝对没有缠她的身子 只不过 一大早起来就被打了脸 她又睡在了她房间 这次更过分 手脚并用 缠在她身上 醒了吗 她清冷的声音 打断了她精神恍惚的懵懂模样 嗯 她发现自己没办法再装睡了 近在咫尺的少年面孔 让她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真可耻啊 竟然这一瞬间 对一个高中生动了心思 也许是原始受欲的缩始 也许是清晨的阳光 给了她狗胆 灵溪稍微靠近了她的唇 看着唇红齿白的弟弟 白溪帅气的脸蛋 试问谁还把持得住 她凑上去 刚要碰到她的唇 她却呼得偏了头 最后那个稳落在她侧脸 被拒绝了 灵溪愣住了 气氛有一丝丝尴尬 这样的尴尬 终于拉回了她谨慎的理智 我怎么又梦游了 灵溪挠挠头 揉着眼缓解尴尬 她虽然知道 这回说什么都远不过去了 还是不死心 谁让她脸皮厚 楚慈没说话 只是一动不动盯着她 饿了吗 灵溪伸了的懒腰 正经地看着她 还行 楚慈眼神往下面瞟了瞟 犹豫了好久 还是深吸一口气说道 能不能先将你的腿挪开 灵溪听到这话 往下一看 不 是腿脚突然恢复直觉 然后就感受到 自己的腿还搭在她身上 她弹一般缩了回来 灵溪啊灵溪 你也太可耻了 你怎么可以对弟弟 虽然知道男人清晨兜 但弟弟发育也太好了吧 灵溪也不是没有过男人 但这种情况 发生在一个弟弟身上 真心尴尬了 那个 我先起了 你还要睡会儿吗 灵溪说着就要爬起来 却被她拉住了手 姐姐 她突然满怀心事地换着她 嗯 怎么了 灵溪被她拉着起不了身 楚慈犹豫一会儿 伸手将她搂入怀中 温热的气息传来 灵溪觉得心有些乱了 然后她的唇印在了她的耳边 轻轻地说 对不起 对不起 灵溪愣了 她琢磨着她因为什么说对不起 想了一会儿 可能是为了自己刚才鬼迷心窍 想亲她 被她拒绝了 她出于尴尬 说的对不起 No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没事 我刚才就是没睡醒 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她真的觉得尴尬的头皮发麻 没有 我没有不想和你 楚慈有些急了 头往她脖子里蹭了蹭 好痒 她有些想躲 但又觉得一个小孩 自己怕什么 姐姐 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昨晚 把你的床弄脏了 灵溪只花了一秒钟 思考她这句话的意思 得亏她是个老司机 才秒懂了她的意思 嗯 这真的有点尴尬了 她下意识望望被子下面 又想了想这画面 最后鬼使神差的小声问了一句 你还有裤子穿吗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两个人都羞红了脸 特别是楚慈 把脸别到一边 垂着眼 简直不敢看她 梅她闷闷地说了一个字 这 问题很棘手了 那你躺着 我楼下有个超市 我去给你买一条 灵溪说完就起身了 她也没再挽留她 只是轻轻地恩了一声 灵溪来不及洗漱 直接怀着忐忑的心 去楼下买了一盒内裤 但这是她第一次买 不知道这大小型号怎么选择 但此时此刻 也不可能打电话问吧 那多尴尬 她站在货架前摆肚了一阵 最后拿了一个XL 她想着大了总比小了好 而且据她感受 应该也 付了钱 她又去隔壁的店里买了早餐 然后匆匆回了家 电梯里 她看着自己手里拿的东西 想着躺在家里的楚慈 心中生起一丝异样 复杂难辨 但有一点很明确 她和楚慈的关系 变得有些微妙了 至少她还从未 上身穿着自己的衣服 下身裹了条浴巾 正处在洗衣机旁 研究洗衣机 拿去吧 我来弄灵溪将袋子递给她 瞟了一眼 洗衣机里面是床单和被套 好楚慈很识趣地退到一遍 看着灵溪熟练地 按着洗衣机上的键 便默默记下来 不会用 她回过头 看她还在旁边没走 有些惊讶 我以后可以学 她说得很认真 她是真的不会 她的衣服家里有用人洗 在学校也是她妈妈定时 派人拿回家 她真的在生活方面是个白痴 以前觉得没什么 但现在 一直骄傲的 她竟然也开始有些懊恼 这个很简单 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没必要学这个 灵溪脸上露出一些笑容 她真的是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都很认真地回答 让她有些不习惯 后来一想 可能是因为她还是学生 自己总归不能那么放肆 嗯 她点头 待会儿吃了早饭 我送你回学校吧 她不能再让她待在这里了 想想自己昨晚出格的举动 她都想把自己掐死 不可以留在这里吗 她脸上有些失落 留在这对你没有好处 灵溪顿了一下 想想该怎么措辞 最后干脆挑明 其实 昨晚我真不知道 自己怎么跑去你房间的 我都让你锁门了 你看 姐姐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还小 说不定以后就对你造成阴影了 你是林子的同学 我可不想祸害你 你别留在这 姐姐怎么知道那是祸害 储子稍稍有些激动 但话到了嘴边 又不知道如何说出来 如果告诉她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 自己每日每夜都想她 每天都梦见她 想要见她 见到她就赖着不想走了 恨不得将她揉进自己的怀里 永远也不分开 这样说 会不会将她吓到 甚至吓跑 她皱了皱眉 缓解了一下心情 继续说 姐姐怎么知道 我不喜欢那样 她盯着她的眼睛 想要通过眼睛 传递给她自己内心的感受 她却只盯了一秒 就逃了 她失落地叹了一口气 灵溪心里一惊 她突然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个弟弟 好像有时候太过于认真了 她虽然觉得弟弟也不错 至少长得不错 脾气也不错 抱起来手感也不错 但是 她灵溪还是有基本的道德素养的 那什么 未成年不能碰 虽然睡着的她 基本底线全无 她想了一下 还是想跟她摊牌 楚慈 你听我跟你说 姐姐是成年人 姐姐工作了 你还在读书 姐姐的生活复杂着呢 而你待在学校那种 单纯的环境里面 先不说 我会不会喜欢你这样的 你觉得就现在 我们俩合适吗 灵溪认真地看着她 想要认真地跟她谈一次 楚慈愣了一下 你想反悔 反悔 不是 灵溪有些搞不懂 自己从来没对她承诺过什么吧 她组织了一下语言 不是 我并没做什么吧 我应该也不需要负什么责任 本来很理直气壮的一句话 却在看见她 渐渐憋红的眼眶里一瞬间 突然乱了阵脚 声音也越来越低 你别哭呀 灵溪真的慌了 套男人无数 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 哭得还真没有 楚慈别过脸 心里揪着疼 不想让她同情 有些负气的难难道 那做一次不就行了 什么 灵溪有被她的脑回路震惊到 但她也不敢相信 她说的是自己想的那个意思 毕竟她是老司机 脑子里面全是不干净的东西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灵溪认真的盯着她 我当然知道 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反正我都18岁了 应该也行 你可以吗 她想到她不久前在医院 见到的她打开的文件 她内心一直被这个反复的折磨 她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男人 会让她受伤 她拼命想要保护 想要爱的人 别人凭什么要伤害她 灵溪听得一惊 18岁 她也真够大胆 她忘了一眼 她那清秀的脸蛋 没有成熟男人的轮廓分明 还带着点奶油机的稚嫩 还有那乖乖学生的齐尔发型 则则 她闭上眼 想到某些画面 良心颤抖 你别想了 这件事 其他事 都不许想 吃完饭赶快回学校 她下了逐客令 回学校可以 但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不和别的男生走那么近 她声音闷闷的 灵溪内心想 还没什么呢 管这么宽 不过 她为了打发她 只是点点头 我每天忙着呢 哪有时间接触别的男人 你好好学习 以后的是 你考试后再说 可以和我发信息吗 她问 她每天都想要收到她的信息 虽然这在以前 完全是个奢望 有空就回你 灵溪无奈 好 吃完饭 临走的时候 灵溪想着她的内裤 还挂在阳台 用手指了指 那个怎么处理 储子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脸一红 低着头说 帮我收起来 我下次来拿 灵溪送走她后 觉得哪哪都不对 但又具体说不出 哪里不对 15 课间 班长在分发二魔的试卷 还在墙上贴了 二魔的排名情况 一大群人立马涌了上去 灵溪这个爱凑热闹的 也拼命地挤了上去 好不容易从倒数第一名 一直往上看 终于在倒数十名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气喘吁吁地拨开人群 又挤了出来 回到储子旁边 老大 你这次是交白卷了 倒数第一名都没排上 直接没成绩 林子内心生起一股崇拜 不愧为老大 就是这么牛 以前都是老大倒数第一 他倒数第二 两人长期霸占着 最后两名的宝座 这次他都数到倒数第十了 还没看见储子的名字 他深信 他绝对交白卷了 看着林子眼里一出来的崇拜 储子叹了一口气 你傻不傻 倒数第一有那么神气 那当然 倒数第一名 可比正数第一名难考多了 也只有老大您这样的气质 才能稳居宝座 滚 储子有些心烦地骂了他一声 眼神又瞟了一眼排名 老大 老大 我们出去庆祝一下 去网吧打游戏怎么样 林子还在那蹦打 倒数第十名 有什么好庆祝的 你表姐以前也像你这么猜 储子看傻子一般看着他 嗯 林子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反常 弄得一脸懵 他 听说成绩还行吧 考了个一本学校 也不知道是不是花钱进去的 大学还能花钱进去 你有没有脑子 储子觉得 自己肯定被这傻子带偏了 怎么就交了这种智障做朋友 他突然不说话了 其实他早就知道自己是多少名了 他以前就是不屑于考试 专门赌气 偏要考倒数第一名 但这一次 他好好做了题 才发现自己的智商 也仅仅只是比那傻子好一些 考了个中等成绩 年级四百名 但离上大学 特别是重点大学 还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他觉得自己高中三年真幼稚 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不是 老大 你关心这个干嘛 你不是高考后就要出国吗 成绩不重要啊 走 我们逃课出去庆祝庆祝 没空 储词瞪他一眼 老大 你不是上课都睡觉 下课也睡觉 你又没女朋友 你要干嘛呀 你的时间别拿来浪费了呀 储词没再说话 只是拿着手机往门外走 甩下两个字 补课 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 当接到储词的电话 说让家里给他找最好的家庭教师 他要补课时 储家上上下下下的不轻 储家人脉众多 找个老师补课不是难事 只是最后找到了 灵溪当老师的闺蜜补课 这就很巧合了 灵溪接到雨燕的电话 说他今晚来不了了 本来两人约好的电影都被割了 他有些不爽 后来听说雨燕最近在给一个高中生补课 每天都忙得不见人影 说是补课 但大家说 雨燕纯属被那个高中生迷得五迷三道 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给别人补课 听到这样的传闻 灵溪还鄙视他 一把年纪还搞高中生 结果 在看到雨燕发的一条群消息后 他彻底傻了眼 雨燕在姐妹群 发了一张偷拍那个高中生 认真写作业的侧脸照 群里立马炸开了锅 神言啊 长这样我也去补课了 还出来什么 是啊 雨燕 你真是无倍楷模 替我掐一把那白嫩的帅脸 老阿姨也好想要这样的小鲜肉 灵溪有些惊讶 心中有些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原来储子那个小朋友 不光是对自己有意思 对别的姐姐也有意思 可能来者不拒 只好这一口 但是 也有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邪恶 也许他只是乖乖补课 不过 最近两个人的微信聊天是少了些 他真着了一下 在群里发了一句 这一看就是未成年 雨燕你悠着点 然后群里又炸开了 你叫他悠着点 还是叫那个弟弟悠着点 别小看18岁的小屁孩 能纷纷都让老阿姨折断腰 听说男生经历那真不是盖的 好想被折磨一晚上 怎么办 灵溪骂了一声 这群简直了 就是一群饥饿难耐的狼姐姐 她正想着再回骂一句 雨燕突然来了消息 你们一个二个别妄想了 别人有女朋友了 早恋 女朋友是同学 那她女朋友也一定很漂亮 肯定是那种小萝莉 慕了慕了 群里再次讨论起来 灵溪看到这 有些震惊 心想 自己没答应 储子那个小子做她女朋友吧 她也真会自己扣帽子 结果 雨燕又来了一句 我估计是富家千金 储子家是富豪 两了 灵溪觉得自己纯属自作多情了 一下子没了什么精神 虽然自己平时 对那个弟弟也不上心 不过听到这 还是觉得怪怪的 后来转念一想 自己本来就没上过心 还白白占了别人两次便宜 好像自己也没什么损失 所以 想啥呢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接下来 她再次融入了 被各种男人追求的世界里 看 她灵溪并不缺男人 十六 储子每天都不去学校了 直接请了各科顶级的老师补课 虽然忙 但查岗微信一天不少 对 灵溪觉得她那微信 就是查岗专用的 虽然每天都只有那几句 在哪呢 你在干嘛 我很想你 每次灵溪和别人约会吃个饭 看了电影 都要撒谎回她信息 说自己在家里 在公司 其实 她从来都没承认过和她有什么 但她怎么总觉得自己良心有愧 于是每一次和别人的约会 都变得索然无味 这个储子 她是魔鬼吗 高考前一周 已经离上一次见面过去了接近一个月 灵溪本来这几日都无心约会 下了班路过公园 却碰上了之前某一次的约会对象 牵着一只科技出来散步 她没有看到人 先看到了狗 狗实在腿短的可爱 她忍不住捏了两把 然后这狗子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兴奋异常 最后抱着她的腿又啃又轻 她的丝袜和裙子都被狗子扯烂了 灵溪真是刚想发火 发现狗主人跑来了 是之前拒绝的约会对象 真是热了狗了 男人先是道歉 后来眼睛冒出惊喜 只觉得和灵溪是缘分未尽 非要给她买衣服 补偿她家狗子的罪过 灵溪本能拒绝 她又不缺这个钱 也不想和她纠缠不清 但自己总不能顶着 这被狗子撕烂的裙子走回去 于是在男人的再三要求下 围上了男人的外套 勉强挡住撕烂的裙子 男人一路将她送回家 她没到家 灵溪就收到一条微信 在哪呢 是储慈发来的信息 她想都没想 直接回来的在家 然后刚回复完 电梯开了 于是 她就看见了处在她家门口的储慈 看见她紧咬着嘴唇 抬起头来 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完蛋 灵溪只觉浑身一个机灵 她捏紧了手里的手机 一瞬间竟然定在那里 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直到已在门上的少年脸越来越黑 最后转身离开 灵溪才一下子反应过来 我到了 你先回去吧 谢谢你衣服 灵溪将围在身上的衣服解下来 还给她 打发她走 不用谢 你什么时候有空 男人有些不死心 特别是陪她走回来 心里某些东西又死灰复燃 她还想约她 但灵溪突然没了耐心 没等她说完 直接打断 她回了两个字 没空 气氛有一丝尴尬 不过灵溪面对突然的情况 也没啥好脾气了 把衣服塞给她 就往储慈的方向走去了 男人没搞懂状况 一脸懵 又自责自己过于鲁莽 不该直接邀请她 毕竟她前不久才拒绝了自己 后来自觉没去 也就离开了 灵溪跟着储慈走到楼梯 穿着高跟鞋下楼磨得脚疼 但她此时也有些顾不上了 她把手揣在兜里 走在前面 没有停下的意思 但脚步却渐渐的变慢了 因为她感觉 身后那高跟鞋的声音 越来越远了 灵溪一直在想怎么解释 免得她多想 但下了几层楼 她猛然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自己顶多是撒个小谎 而且这个弟弟是谁啊 自己为什么要给她解释 她不动了 站在原地 望着她一路往下的背影 深吸一口气 准备往回走 但她这一恢复智商 才发现 自己脚被高跟鞋磨得都流血了 痛得要死 她干脆在楼梯间坐下来 慢慢地脱掉高跟鞋 检查伤势 皮破了 她轻哼了一声 抬头望了望 自己已经走下来的五层楼 心中觉得自己是个大傻帽 自作自受 这样走回去 还不得又脱一层皮 自己刚才真是被弟弟冲昏了头脑 这美色误人 谁说只针对女人 刚才她一看见 多日不见的那张帅脸 一时间就被迷了心智 就念着她生气了 自己就屁颠屁颠 想要去轰轰 现在想想 自己这根本没有任何立场 何必呢 待会让小朋友误会更深 那罪过更大了 正当她破罐子破摔 坐在楼梯间耍起了手机 准备缓一缓疼痛的时候 眼前突然被一道阴影罩住 灵溪一抬头 便看见了她那张不满阴霾的脸 怎么了 冷漠的声音传来 灵溪打了一个冷战 这语气也太过疏远了 休息一下 现在就走 灵溪逞强地回了一句 做事就要起来 死 脚上的疼痛传来 她只能勉强站住 脸上却闪过一瞬间的痛楚 脚怎么了 她又问 语气依旧冷得吓人 没什么 做久了 妈了 灵溪撒谎 在她面前 她可是一点也不想示弱 楚慈听这话 还目光往她脚上看了看 看到脚后跟有些血迹 她犹豫了一下 弯下腰 将她拦腰抱起 你干什么 灵溪身体突然失重 惊讶地望着她 楚慈被她的眼神刺到 埋下头不再看她 你脚受伤了 小事 我自己能走 你快放我下来 灵溪挣扎着就要下来 别动 她怕摔着她 轻声斥责 顿了一会儿 她又说 放心 我不会因此而缠着你 以后也没机会了 她的声音很轻 也很低沉 灵溪莫名地就不动了 任由她抱着往上走 不知道为什么 她感觉到她的语气很伤感 她在想她这话什么意思 终究还是误会了 她和刚才那个男人的关系 楼道很窄 很安静 她抱着她 两个人都能听到 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刚才我和她是半路遇见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灵溪觉得 有必要澄清一下 率先开口 她没说话 只是压在胸口的重量 轻了一死 我的裙子 被她的狗扑上来扯烂了 所以她拿了外套 送我回来 灵溪也不知为何发神经 竟然跟她一五一十地解释起来 她依旧没出声 只是目光移到她裙子上 微微停留了几秒 这个小孩怎么了 这么生气 灵溪第一次觉得 弟弟这么难哄 这哄人吧 只有对方愿意跟你说话 才算有余地了 这个处词 板着脸 不说话 真是难搞 你今天怎么来找我了 你不是夸要考试了吗 灵溪又开始关心她 处词依旧不说话 紧张吗 不用紧张 按照平时的来就行 这只是一次考试 又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放轻松 一直不看她的处词 听到这 终于低下头看着她 她本来是很生气的 心中窜了一团火 将她整个人都烧掉了 可是感觉她没跟着自己了 她又没忍住回去找她 怕她出了什么意外 找到她发现她好好的 她总算是安心了 她告诫自己 不要再将自己的感情挫付 要离她这样的姐姐远一点 可是看到她受伤了 她又忍不住想帮助她 她告诉自己 只是作为一个路人 抱她回去 回去以后自己就离开 于是她一路上一言不发 可是 她又开始跟自己说话 声音那样温柔 比每一次的梦里面的她 还要柔情千万倍 她铁硬的心 渐渐的又柔了下来 就这样抱着她该多好 能一直抱着她该多好 可是 想到一些事情 她刚刚好转的心情 又遮上了乌云 我可能不能参加高考了 楚慈叹了一口气 不敢与她对视 她怕自己再看会疯掉 心情像过山车 再也无法脱身 怎么了 林夕突然盯着她 有些惊讶 你 不会违反校规 被取消高考资格了吧 她没说话 有些话 她说不出口 不知如何说起 你班主任我认识啊 我去跟她说说 你前一阵不是还补课吗 你准备这么久 就为了一周后的考试 学校不会那么过分吧 是不是林子那小子 带你逃课被学校处罚了 看我不去撕烂那个臭小子 不干好事 你别担心 我去找你班主任 楚慈一瞬间 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她没料到 自己不高考了 她会如此激动 就好像不能高考的是她 那模样有些可爱 和平时的姐姐不一样 她突然心情又好了一些 不过却又更惆怅了 不关学校的事 是我父母给我订了高考 当天去美国的机票 她叹了一口气 此时已经抱着林夕走到门口了 啊 你父母怎么回事 他们不知道你那天高考 订错票了改签啊 林夕缓缓站到地上 姐姐你先开门 她嘴角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 哦 林夕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表现得过于激动了 门都没开 开了门 她刚想扶着鞋柜往沙发走 身上一清 又被她抱起来了 她本来想说没必要 真没必要 就几步路 没那么矫情 后来发现弟弟这怀抱 其实挺不错 也就懒得说了 家里有医药箱吗 她问 有 林夕指了指电视机下面 她便走了过去 拿了医药箱 又回来在她面前蹲下 你这个可能需要脱一下 她指着她的丝袜 丝袜烂了 脚跟处已经渗出一点点血 林夕想也没想 就要开脱 楚慈却猛然转过脸去 林夕突然意识到 还是应该避开她下 于是也侧过身 缓慢把丝袜脱了下来 扔到一边 可以了 楚慈转过脸来 一手扶着她的脚 一手拿着棉签 站着点付给她消毒 林夕从这个角度看下去 看不到她的表情 只能看到 她稍微有些浓密的睫毛 和高挺的鼻梁 她的皮肤真的很白 白的有些清透的那种 这让她稍稍有些浅红色的嘴唇 显得有些突出了 她一直专注而认真地给她涂药 她却看着她响入飞飞 她不知廉耻地吞了吞口水 你就随便弄弄 小伤 林夕尴尬地想把脚缩回来 却被她一把摁住 她冰凉的指尖 捏着她的脚踝 传来丝丝凉意 我手有些凉 我尽量快一点 你别动 她温柔地叮嘱她 这话 虽然是一句在正经不过的话 传到她耳朵里 她却自动脑补越长越歪 你慢点 也行 她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故意逗她 我的意思是 她突然意识到她的话中有话 有些羞耻 想要反驳 却在对上她那水灵灵的模子时 忘记了如何反驳 唉 还是只有被她逗的命 她叹了一口气 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想到她说的那话 耳朵不自觉竟红到了耳根 但其实 她今天来只是想告诉她 她要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或许再也不会回来 说说吧 你说的不参加高考 是怎么回事 等她给她涂完药 贴上窗可贴 灵溪收回了腿 拍了拍身边沙发上的位置 示意她坐过去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坐到了她身边 我父母很早就给我申请了国外的学校 我大学要去那边读了 说到这 她有些欲言又止 哦 那也不错 国外学校挺好的 度个金回来找工作也容易 灵溪心情有些复杂 但平心而论 她说的是实话 你也这么觉得 她在说这话时 平静而绝望 也不是我觉得 这就是现状 多少人想出去读书 还没机会呢 灵溪说到这 见她表情不对 想了想又问 你呢 想出去读书吗 我记得前一阵 你还在补课 我说我不想去国外 你信吗 楚慈反问她 这 你有和你父母 沟通过你的想法吗 灵溪想到她之前拼命补课 可能是想参加高考 就留在国内的 至于其中的原因 她不知道 但她的想法 似乎挺明确 没有 再忙 再忙 打个电话的时间有吧 学习毕竟是你自己的事情 他们又不能代替你 所以你的意愿也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 适应了国内的教育模式 有朋友在国内 就想待在国内 可能你真的需要 跟你父母沟通一下你的想法 灵溪很认真的说 像她当年 也有出去留学的机会 但她这个人 安逸日子过惯了 也没啥野心 不想去人生地不熟的环境折腾 所以放弃了 其实我很多时候 挺羡慕灵子的 楚慈突然看着她说 她是被家里宠惯了 即使高中没在老家 还有亲人 还有你照顾 而我 从小到大 只有爷爷奶奶在一起 如今 他们也太老了 什么情况 灵溪琢磨着她的话 试探着问 你说你父母在国外 我以为只是出差 难道 他们为了事业早年 就移居美国了 我家里人 也基本移居美国了 只有爷爷奶奶 带着我留在国内 她语气有些自嘲 有可能 你父母的确有点忙 灵溪试图安慰她 却觉得自己说的太没底气 别人的父母都是一日三餐 我的父母就是几通电话 几个视频 对我来说 他们只是偶尔联系的陌生人罢了 现在 他们突然想起 有我这样一个人了 二话不说就买了机票 让我过去读书 想要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感情 他说着说着突然就笑了 那 那挺好 一家人要待在一起才圆满 他又安慰到 其实内心已经把他父母 骂了十遍八遍 他觉得他的笑容太刺眼 太苦涩了 也太让他心疼了 有的东西 错过了 就是无法弥补的 他闷闷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深情地盯着他 他好想把心涛给他看 他在国内除了一个奶奶 最放心不下的人 是他 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大大咧咧的 谁都打不到他的主意 但他其实傻乎乎的 不懂得保护自己 爱惜自己 这世界上的男人 太多恶行 他作为男的当然知道 像他这样长得漂亮的 有多少人想把他骗到自己怀里 却不专心对待 还让他去打胎 想到这 他莫名很烦躁 他不想离开他 不想去国外 不想再知道他受伤时 连一个安慰的拥抱都不能给 他明白吗 一些情绪涌上心头 他竟如生理死别般难受 眼眶渐渐湿润 看到他红了眼眶 他内心猛地痛了一下 他真的好可怜 一个缺爱的孩子 他想 也许是母爱提前泛滥 也许是就是主突然上身 他的心一下子柔软了起来 过来 他张开双手 想给他一个安慰的拥抱 嗯 他一时间有些迟钝 过来 姐姐怀抱借你靠靠 他弯着眼笑 语气温柔 他来这里 也不是为了让他可怜自己 他只不过 是给自己纠结复杂的内心 找一个方向 他不过是想自己的那点留恋 来给他一个不出国的理由 诶 你别害羞 这没什么 灵溪往他身边挪了挪 林子那小子 经常被骂得狗泻领头 也是死皮赖脸 跑我这来求安慰 不是 我也不是说你是 完了 他把自己绕晕了 一时间不知怎么解释 又看见楚子脸色不大好看 他二话不说 直接抱了上去 然后因为他躲了一下 他扑了个空 整个身子就要往地上倒去 楚子怕他受伤 又把他一手捞了回来 然后两个人倒在沙发上 他上 他下 画面异常和谐 空气突然变得格外安静 两个人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两个人的脸 第一次那么近在咫尺 两人都晃了一会儿神 重吗 灵溪率先回过神 轻声问他 还行 他深情地看着他 声音有点压压的 要不我先起来 他虽是这么说 却没有起来的意思 这个角度看着他 他承认 他有些悸动 不用 他伸出手 在他腰上按了按 不想让他离开 他心跳得很快 有些欲望在他脑海肆意疯涨 越发不受控制 他也是 他想吻他 下一秒 他也确实那么做了 他轻轻附上他的唇 他的唇有些凉 他想到了他冰冷的手指 他是冷血动物吗 他没有反抗 也没有回应 只任由他动作 见他没反应 他伸出手附上他的脖子 慢慢摸到他的喉结 平下来 在那上面轻轻咬了一口 死 一阵酥麻的感觉传来 他倒抽一口气 满眼深情地望着他 等他伸出舌头 堵住他嘴的那一刻 他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 一阵强大的电流传遍全身 这一刻 他觉得 自己完了 闻到两个人都一乱情迷 他突然想到什么 覆在他耳边问 你什么时候过的生日 上次他说18岁了 到底18岁几个月 他也没说 照这个尺度下去 他真怕自己忍不住 储子有些恋恋不舍 扣着他的腰不让他走 他其实知道 他为什么问这话 今天 他说的是实话 他今天满18岁 人越是到了某个节日 越是内心需要一些人 所以他才会今天来找他 灵溪愣了一下 想了想又问 你不是早就 怎么不早说 他思考了一下 又问 过生日了吗 想要什么礼物 灵溪觉得自己的话 有些不合时宜 毕竟 现在已经快到凌晨了 跑哪里去给他买礼物 储子心跳还持续增快 在这样暧昧的处境下 他还能要什么礼物 他一脸被蹂躏的模样 看着他只回了两个字 没有 他真正想要的礼物 是他 储子有些似懂非懂他的话 只是这话说的 如此让人想又非非 他开始期待 好 他乖乖地回了一个好字 灵溪再次稳住他 然后撩开他的衣服 沿着他的腹肌一路往下 姐姐 别 他小声叫住他 乖一点 嗯 他笑着安抚着他 好 他彻底沦陷 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喘息 他目光呆了呆 安静地看着他 去洗澡 灵溪拿了纸 擦了擦自己的手 脸上依旧是满脸笑意 他俯下身 又在他唇上亲了亲 趁着他大脑空白的片刻 他率先起来去了厕所 他洗得非常迅速 毕竟时间有点晚了 出来的时候 看他还呆呆地躺在沙发上 衣衫不整 他没好气地笑了 感觉怎么样 他蹲在地上 在他耳边问 他的耳朵再一次红了 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问 姐姐 你会对我负责吧 灵溪简直要被他惊掉下巴 这是一个刚下床的男 应该说的话吗 那语气 可怜兮兮 委委屈屈 活像是他占了好大的便宜 明明 他看他不像是开玩笑 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只得回了一句 好好好 那你快起来洗澡 那一夜 他们相拥而睡 灵溪并没有在动他 第二天早上 灵溪一睁眼 就看见他蹲在地上 看着自己 惊了一跳 揉了揉眼睛 才想起昨天一起睡的 醒这么早 灵溪慢慢坐起来 松散的肩带滑到一边 楚慈迅速别开了脸 我去买了早饭 你先洗漱吧 说完他迅速起身 往房间外面走 切 又不是没看过 还害羞 灵溪看着他的背影 逗着他 现在知道害羞了 昨晚抱着自己亲的时候 怎么那么没凶没臊的 灵溪洗漱完出去 发现桌子上摆满了早餐 茶几上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 这是 灵溪指着那堆书 我考试要用的 储子给他把椅子拉开 示意他坐下吃早餐 你这是什么意思 灵溪没懂 大清早的 他报这么多书过来干嘛 还有 他不是不参加高考了 还看什么书 我要参加高考 他平静的说 你父母不是让你去美国 灵溪精的下巴都要掉了 其实昨晚 他或多或少 是有一次同情在里面的 还有一点 觉得他以后应该是再见不到了 有点绝别的意思 结果这大清早 他告诉自己要参加高考了 这什么情况 你帮我撕了吧 他说着将一张机票递到他面前 一往情深的看着他 灵溪瞟了一眼 头等仓 真要撕 他有点懵 姐姐 我觉得你说的对 储子伸手 小心翼翼的在餐桌下拉起他的手 我的人生 我想自己做决定 我决定留在国内 在国内读大学 他本来就舍不得离开他 经过昨天的事 他忽然发现自己并不是单恋 或许姐姐是有一丝喜欢自己的 就凭这一点 他更不愿出去 他就守着他 哪也不去 听到这 灵溪觉得有些心里没底 虽然自己对他是有些想法 但他顾虑很多 况且 他如果是因为自己不出国了 这可关系到他的人生 他有点承受不起 储子 你听我说 你要考虑好 你别因为我 读书是人生大事 你应该和你父母商量 他尽量委婉地劝他 储子没说话 只是盯着他 只觉得心里一凉 他沉思了一会儿 黑着脸问 姐姐 你不想对我负责了 灵溪被他问得直击心脏 他被他深情的眼睛 看得有点 没有 怎么可能 他笑着企图蒙混过关 他直勾勾地盯着他 有些情绪 却也不说话 气氛有点冷 唉 你别瞎想 醒了行了 你好好复习 考个好点的大学 考完带你出去玩 怎么样 灵溪第一次哄人 他没有哄人的经验 只是看见他那张 邪满委屈的脸 就忍不住说话声音软下来 那我可以在你这里复习吧 他显然是高兴了 低着头轻轻一笑 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当然 可以 他还能说不可以吗 照他的性格 还不分分钟 一哭二闹三上吊 又要逼问他 要不要对他负责 小男生就是难搞 他觉得自己昨天 不该那么冲动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要 接下来的一周 储子算是彻底住进他家了 这他好歹也是二十几岁 正值荷尔蒙爆发的年龄 一个美少男 天天在自己眼前晃 他能忍 忍了几天 他终于向他的八块腹肌 伸出了魔爪 姐姐 我在看书 储子被他突然抱住 还撩了衣服 有些害羞 你说你又没健身 哪来的腹肌 灵溪恋恋不舍地 将手从他衣服里抽出来 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我有 打篮球 他低着头 被他斗红了脸 行吧 你看书吧 他叹了一口气 准备不再逗他 看得见 摸得着 又不能吃 折磨折磨 他刚想走 手却被他拽住 在他的岔意下 他把他捞进怀里 嘴唇在他头顶蹭了蹭 哑着嗓子说 不是不让你摸 是我 会有点难受 灵溪一下子就懂了 从他怀里弹坐起来 那你好好看书 我先去看电视了 说着他就往房间走 回到房间 灵溪想着他刚才说的话 有些坐立难安 他和他最多只是接吻 还有那天他帮他那一次 之后 他没有再碰过他 只是偶尔逗逗他 难怪他每次都不让他逗 原来是难受 这点 他倒是没考虑到 现在想想 弟弟虽然小 但毕竟18岁了 可能真是禁不住自己逗的 自己应该收敛一点 别让人无心复习 刚这样想着 手机却收到一条微信 姐姐 再等我几天 哄 他脑袋裂开了 再等他几天 自己表现的 有那么即可吗 后来灵溪老实了 再也不逗他 两人的关系恢复到了以前 高考结束这天 应他要求 灵溪早早下了班 开车去校门口接他 不一会儿 校门口人头涌动 不过人群中 他还是看见了他 他个子高 气质独特 他一眼就看见了他 这里 他挥了挥手 结果一个人 瞬间跑到他身边 表姐 表姐 你竟然来接我 灵子兴奋地过来 拍打着车门 灵溪一阵无语 他差点忘了 灵子那个臭小子 也参加高考 我妈让你来接我的吗 那正好 表姐 我想去吃海底捞 灵子很主动地 拉开了副驾驶的门 灵溪只想说一个字 滚 还没说 就看到楚慈也来到了车门前 呃 这下 他第一次有点上学 被老师抓到谈恋爱的复杂心情 咦 此刻 你们家里人没派人来接你啊 灵子看着身边的人 问 楚慈与车里的灵溪对望了一眼 平静地说 没有 这么惨 灵子停下了动作 那我们一起去吃海底捞吧 表姐 你看我们老大好惨 带他一起可以吗 灵溪不说话 这情况有点棘手 楚慈也不说话 脸上有些不耐烦 此刻他只想让灵子这臭小子 立马消失 别在这里爱手爱脚 不过看到灵溪被问得一脸尴尬 他又觉得好笑 心情稍微好了些 老大 你别拒绝啊 我总不能一个人吃香的喝辣的 把你丢下吧 而且我表姐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一起吧 对吧 表姐 灵溪此刻真想灭了灵子那臭小子 话全被他一个人说了 最后 灵子主动将黑脸的楚慈塞进了后排 自己又挤了进去 后来他们真去吃了海底咯 灵子点了好多菜 吃得满头大汗 不亦乐乎 才发现楚慈似乎没什么胃口 老大 你怎么了 没烤好 灵子嘴里啃着鸡脚问 灵溪也抬头看着他 他的确几乎没动筷子 楚慈放下筷子 直勾勾地看着灵溪 不说话 不好吃吗 灵溪问 不饿他一脸平静 怎么可能 烤场睡一觉 我觉得我能吃下十碗饭 你看你蒜都不加 肯定没胃口了 我给你加点 吃火锅不吃蒜 那还不如吃汤锅 灵子说着 咬了一大勺蒜 往他碗里加 不要 楚慈挡了一下自己的碗 老大 灵子尴尬地拿着勺子 他可能吃不惯 你别 灵溪缓解尴尬 可上次我们吃火锅加了好多 灵子小声嘀咕 我不是吃不惯 楚慈说话的时候 盯着灵溪因为吃火锅 而越发红润的双唇 笑了笑 我怕有胃 他说完 意味深长地对上他的视线 你又不接吻 你怕什么有胃 老大脸色有些难看 便不敢再放肆 你还要吃多久 楚慈终于不耐烦地瞪了灵子一眼 老大 你很急吗 有事你先走 我还 没吃饱 灵子一脸无辜 楚慈看了一眼目不作声 只顾低头吃饭的灵溪 叹了一口气 没事 不过 我再给你五分钟 说完 他起身去了厕所 灵溪也紧接着去了厕所 他刚一拐弯就被一个人拉住 跌进了他怀里 姐姐 他抱着他 嘴唇在他头顶蹭了蹭 吓到我了 他有些惊魂未定 你先放开我 灵子还在 他可不想被灵子发现 然后大肆宣扬 想你 他不肯放手 干脆将脑袋放在他肩上 他想他 尽管只分别了几个小时 他想抱他 考场上出来 看见他的第一眼就想 只是灵子那个臭小子 爱手爱脚 让他恨得牙痒痒 你别 等我把灵子那臭小子打发走 灵溪想了想 很难 估计他今晚得去我那里 完了 你的东西还在我家 灵溪想到 家里还挂着他的衣服和裤子 有些头疼 交给我 他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放开了他 吃完饭 灵子仰着要去灵溪家 楚慈却来了一句 不行 正当灵子有些懵的时候 他递了一张房卡给他 你多大了 都毕业了 还想着回家 他冷哼一声 这不是那家五星级酒店 老大 你要干嘛 灵子捏着手里的房卡 不敢置信 今晚班上不是有活动吗 唱歌打游戏来着 你不去 老大 你懂我 灵子惊掉了下巴 他当然想去 只是楚慈好像不是很想参加 他就憋着没说 没想到 他也想去 走吧 楚慈笑了笑 双手插带 挥手跟灵溪告别 灵子也挥手告别 屁边屁边跟了上去 两个人打车去了班上包的KTV门口 灵子下车了 楚慈却没下车 老大 你怎么不下车 你先去 我想起还有点事 待会来 说完 把车门一关 让司机掉头去了灵溪的住处 姐姐 嗯 他突然的停顿让他呼吸一致 你会对我负责吧 他撑起身 深情地看着他 嗯 他被他亲的脑袋晕晕的 眼神有些迷离 他没说话 只是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 单手把自己身上的T恤往头顶一拉 熟练地脱掉 然后轻声在他耳边说 命给你了 说完便是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 灵溪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的话 停顿了一下 然后还是忍不住 主动等了上去 翻外衣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 楚辞早早地回灵溪家等他 结果灵溪没等到 等到了灵溪妈妈 然后灵溪下班回来 看见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聊天 他有点虚 没想到场面却异常和谐 嘻嘻 这是你表弟的同学吧 听说考上了B大 有前途 啊 厉害 灵溪瞟一眼楚辞 有些拿不准 两人聊到了何种程度 你表弟呢 同学来家里 自己跑哪里去了 啊 这 灵溪头疼 阿姨 他没来 楚辞笑着说 灵溪被他吓到 用眼神警告他别乱说 灵溪妈妈看着两个人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他有事 让我自己过来帮他拿书 楚辞含着笑意 一脸人出无害的模样 那就好 不是 你还没吃饭吧 留下来吃饭啊 灵溪妈妈客气道 好 灵溪看了弟弟一眼 总觉得这孩子变坏了 吃完饭 楚辞主动申请洗碗 灵溪妈妈拗不过 悄悄把灵溪拉到房间 问 他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灵溪装傻 心里已经开始打鼓 他和你表弟怎么回事啊 又是跟你表弟粘一起 又是帮你表弟班书 又是抢着洗碗 他是不是对你表弟有想法呀 嗨 心情紧张的灵溪 突然被妈妈逗得一下子笑出来 他憋着笑 有点吧 我也觉得不对劲 灵溪妈妈临走前 跟灵溪说了一大通 说是让他劝劝这孩子 灵溪一直点头说好 楚辞倒过了半天 总算把碗洗完了 洗了手 见到灵溪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走过去 直接压上去 姐姐 别叫 灵溪捂住他的嘴 我妈刚出门 怕什么 楚辞笑 刚才你们在房间里说我什么 我妈让我劝你别喜欢我表弟 别误入歧途 灵溪忍不住憋笑 楚辞一时无言 你怎么说 哈哈 我怎么说 我当然是祝你百年好和呀 灵溪笑得前腹后仰 楚辞却一把摁住他的双手 嘴唇贴在他耳边 哑着声音道 姐姐还真是下床 就翻脸不认人 下 这都哪学来的流氓词汇 弟弟 你想干嘛 你说呢 他手指摩擦着他的手腕 既然姐姐下床不认人 那姐姐就别怪我 让你下不了床了 说完 铺天盖地的吻席卷而来 翻外二 楚辞去了北方上大学 灵溪留在老家工作 两人开启了苦哈哈的异地恋 灵溪发现这个弟弟是越发粘人了 每天微信 电话 查党的厉害 什么都要管 连他跟女性朋友出去旅游 他都要吃醋 问他为什么有时间不去看他 灵溪就很无语 他哪里没去看他 只是每次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去看他 见了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酒店 这谁吃得笑 后来他怕了 偷摸跟朋友出去旅游 骗他在工作 结果 走多了夜路要撞鬼 灵溪去毕大隔壁城市旅游 被他逮了 他很生气 他哄了整整一天都没哄好 弟弟 别生气 我真的 计划就是和我同学去玩餐 就去你那找你的 走了 他声音闷闷的 低头就走 别走啊 灵溪拉住他的手 放开 不放 放开 他有些窝火 那行 亲一个我就让你走 灵溪估摸着应该需要哄一下了 不给 他声音越发的小 像是在赌气 然后拍开他的手 把卫一的帽子套上 低着头 走了 就这样走了 其实吧 没见到弟弟 灵溪还不觉得 这一见到本人 他就已经三个月没见面了 好馋 好吧 再馋也被自己做没了 啊啊啊啊 欲哭无泪 你走吧 你确定 灵溪叫住他 那行吧 我正好有同学 非要今晚给我接风洗尘 现在有空了 他顿住了脚步 也不回头 就微微侧脸 难得 他声音有些低沉 也有女的吧 他试探着他 他明显仰天叹了一口气 突然就倒回来 走到他面前 拎着他领子就开走 残暴 哎 你干嘛 推了 他语气毫无温度 不容置疑 都说好了 灵溪继续记他 他猛地停下来 低头俯视着他 你觉得 你晚上还有力气出去吃饭 死亡凝视 灵溪语色 砰 他打开车门 一把把他塞了进去 弟弟 那个 其实我有点饿了 他有些慌 待会让你保 他单手握着方向盘 目光落在后视镜 弟弟 我觉得 我也不是那么饿 他看他车开得有点快 心跳有些加速 他没理他 只是用余光瞥了他一眼 我饿 晚上的时候挺尴尬 关键时刻 那东西的盒子 空了 晚安 两人有些意犹未尽 弟弟 其实我 安全期 灵溪被热情冲灰了头 对他说 他本来还情欲密布的脸 一下子变得乌云密布 他想起了很久以前 与他在医院妇产科碰到那次 心中有些生气 不行 他捧着他的脸 我绝不允许 你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 例如 灵溪被他说得有些懵 他在犹豫 纠结怎么说出口 最后只是叹了一口气 亲吻着他 姐姐 有了孩子就生下来 不要做那种伤害自己的事 好吗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说的他好像经常做这种事 你那次在医院 妇产科 他欲言又止 啊 怎么了 灵溪真的不明白 然后下一秒 他就懂了 你不会以为我当时在打胎吧 灵溪哭笑不得 楚子愣住了 他这样说什么意思 是打胎 但不是我 灵溪解释道 楚子此刻真想揍林子那小子 当时是他说他表姐男友一天一换 还打胎 他因为这件事 误会了姐姐这么多年 他觉得太过于愧对他了 姐姐 不是 我只是心疼姐姐 想珍惜姐姐 一想到曾经有男人伤害过姐姐 我就快要发疯了 他吻着他 眼眶泛红 你傻不傻 自己不知道问我 灵溪揉了揉他的头发